胃腺癌偏暗这几种人总体来说,胃腺癌跟吸烟,酒精,咖啡,高脂和红肉类饮食,肥胖,糖尿病,慢性胃腺炎等都分不开,所以要说哪些人是胃腺癌的高危人群,也必不可以要谈到这些内容了。 一,经常吸烟的人,吸烟不仅是肺癌的高危因素,还可能引发急性和慢性胃腺炎,同时也成为了胃腺癌的诱因,二,肥胖的人,这类人通常喜欢进食高脂,高胆不存食物,这些食物会导致大量的油脂进入血液循环,影响了胃腺本身的微循环,另外长期过量饮酒的人,也是胃腺癌的高危人群之一。 四,有不想化到手术的人,如果胆囊歇出二十年以上的人,胎怀疑腺癌的危险性也是大大的增加,另外,如果被困疑手术的患者,也是有着较高的发生胃腺癌危险的,以上就是关于为啥胃腺癌,造法于男性身上的介绍,不过,男性朋友也不要过于紧张,需要能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,男人的胃腺癌发病率, 也会降低很多,如何预防胃腺癌,一,调整膳食结构,这有助于预防胃腺癌,以及急性胃腺炎的出现,如不吃烧焦和烤糊的食品,尽量少吃高脂,高油,多盐的食物,可以减少肝癌,肺癌,大肠癌,胃腺癌,胃腺癌等的发生概率,日常饮食 还需注意保持骨类,豆类,干酥等素料作为杀食主体,每鲜鲜鲜线蔬菜和水果必不可少,在饮食中增加纤维类,苦萝化素,维生素一个必要的矿物质,参加适当的体力活动,避免超体重和肥胖,一定要控制肉类等动物性食物和油脂的摄入, 二,生活饮食习惯,一定要规律,不要抱也抱食,也不要过度节食,很多人平时上班比较忙,每天吃的也不固定,都很随便,有一顿没一顿的也无所谓,然后到了节假日,亲朋好友依据,暴饮暴食变成了常态,其实这样是很不健康的,亲者的话,容易出现消化不良, 附障等情况,严重则可引起乙性癌等疾病,也大大提高了乙性癌发生的可能,三,解掉抽烟的坏习惯,保持适量运动,有研究表明,吸烟量越大发生乙性癌的几率越大,所以今早解掉抽烟,开始运动,是预防乙性癌的一大途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